夥伴艾特瑞 若瑞和黄美瑞 若瑞朗 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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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举论 很多些朋友 特幌 特幌 让他们今天讲一个设计 做参与平的纪念 以我所知是 就是the end of the resume 你平常的 resume 後面有一個site 你可以去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可是這個idea還不錯 嘗試請還是讓Frank幫我們介紹 我們現在謝謝Frank 謝謝 Hello 我現在介紹一下我自己 今晚我來到協群社區 跟聽眾介紹那個視頻履歷的製作 剛好Joseph就和我聯絡 想採訪一下我 我有點緊張 為什麼呢 一來我不是很習慣 就是接受採訪 第二又是很突然 我又沒有任何準備 不過誠情難腳 我就介紹一下我自己和我的公司 我的英文名叫Frank 姓蘇 中文名就是蘇子芬 我家公司的名是United Culture Consulting 中文名是大成文化 我家公司的主要業務就是 整個電子上冊和視頻履歷 為什麼我會打算開展電子上冊的製作生意呢 就要從我以前的經歷講起 我來到加拿大已經有十幾年 去到很多地方 接觸了很多我們從中港台來的移民 我們很多移民在加拿大辛苦謀生 同時為加拿大的繁榮做了很多貢獻和犧牲 但是相當一部分移民 他們的文化水平就不是那麼高 他們有很多的經驗 很多的生活心得 他們想傳授給親朋戚友 但是他們又沒有機會 又沒有人幫他 但是我發覺他們有很多的經驗 就是很值得他們的年輕人借鑑和學習的 我一直想了解他們 因為他們在一個陌生的環境 在一個艱難的情況下 就可以養家活兒 本身這種精神已經是相當了不起 我自己以前是做開研究的 就是2005年到2007年 就回到大陸 在一間大學教書和做研究 我自己有兩個小孩子 他們在大陸生活了三年 他們很高興 但是有一樣 就是他們不是很開心 就是空氣質素稍微差一些 所以他們媽媽就叫他們回到加拿大 所以我在2007年尾 就帶他們回到大陸 回到大陸 我想現在有機會了 我可以把我以前的想法實施 那我日有行就得到安省政府的資助 就是Employment Center的資助 那就是得到他們的訓練 譬如是Accounting 和Marketing方面的技術資助 使我能夠設計 那我今晚的seminar的題目 就是視頻履歷的製作 視頻履歷就是把履歷製成視頻的形式 那麼就是用到的材料呢 就包括那個相片 那麼那個video 就是錄像 錄音 還有那個文字 那麼說到履歷呢 我們都想到那個傳統履歷 那麼傳統履歷呢 通常就是寫在紙上的 那麼通常是一張紙 最多不超過兩張紙 那麼將自己那個教育背景 將自己那個工作經驗 那些潛力 潛質 還有語言能力呢 就是寫在那個章紙上 那麼這種方法呢 就是有好 那麼也都有缺點 那麼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有格式 那麼我們大家都可以很容易學 那麼也容易修改 那麼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有很多人呢 他自己的才能呢 就不能夠充分地顯示 在那個履歷上 為什麼呢 比如說 那麼有些求職者呢 比如說他是有音樂方面的聽才 有畫畫方面的聽才 有設計方面的聽才 那麼他們的才能呢 就不可能在那個傳統履歷上顯示 那麼這個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呢 那麼很多求職者呢 就不介意搬浮的 比如說搬去溫哥華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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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那些外淘呢 有工作機會呢 那麽呢 那就 那麽呢 那麽呢 他們的 補符 Celebration呢 就頂好 就受到那一邊那個 你開標識者 那個 那一邊的招聘者 那就是 印象很深 就是说他们找的人就是那个扣职者 但是如果那边的雇主喜欢这个申请者 他要interview他 因为他估计一个人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如果在外埠interview 公司可以出traveling的费用 但是如果那个公司来多人多 很远 比如说在美国 比如说在欧洲 那边的公司如果叫一个人去interview 那边有负担很重的一个努费 现在的费费就高了 但是如果不interview 那边的公司又觉得你可能会损失了一个质素很高的人才 那这个是第二点 传统那个履历呢 就是有这个缺点 那还有呢就是 那通常一个公司呢 尤其是一些大公司呢 他们如果是有一份工呢 有一份job呢 post出去呢 那通常都会收到很多个履历 那据统计呢 那如果是一般百岭的工呢 那一个job呢 他可以收到二百份那个履历 那二百份履历呢 通常我们知道那些传统履历呢 那还没继续那个interview 所以呢传统履历呢 就有很多限制 那如果是 啊 说回我们求职者 为什麽要发那个履历呢 那第一呢 就是想希望呢 自己的qualification 自己的background 得到对方的一个重视 那如果得到对方的重视呢 那就是希望有一个建功的机会 那我们的目的呢 第一步呢 就是建功 那建功的机会呢 interview的机会呢 就是给那个求职者呢 可以充分地向那个 拼用单位呢 就present自己那些qualification 工作经验能力 但是呢 那个第一步那时候 他传统履历的时候呢 可能呢 就已经被人家淘汰了